今晚有全新的宙斯地獄集 我們趕快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關卡資訊的部分吧 第一關進場三隻小怪就又蠻高壓的囉 左右兩隻分別是首削全光跟全暗 而且要大於等於九康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他們是無視減傷打60萬喔 中間的話是會每回合把你三顆電擊 只要左右死掉他就會自殺了 第二關的話要首削大於等於六足屬性珠 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那這邊是越扣越強 初始是扣25%的血量 同時這邊還有一個六格黑洞 記得轉珠結束的時候不要停在黑洞上面 第三關的話兩條血 第一條血三回合全隊減攻99%喔 進關會先把你全光電擊 之後就是每回合三顆三顆這樣電 那他的技能是扣血90% 二血的話進關會變成CD2 左右會有一個風暴 這邊是不能首削到光 同時也有一個越扣越強 初始就已經來到50囉 第四關左邊那隻地精是首殺盾 他會把你八格碎裂 一樣是無視減傷喔 這邊是打10萬多 右邊那隻是要大於等於九康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那要注意這一隻沒有到九康的話 是會追擊的 同時他有無視減傷 也是打大概3萬5左右 第五關的話又是這種技能啊 結束轉珠要在25到30步之間 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而且這邊會有一個年輔六格軌跡 而且還要首削七康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欸這個該不會是在做求那個綠法少年吧 王關的宙斯是兩條血 第一條血有一個宮前盾 這邊進場也是把你全部的暗電擊 之後隨機電三顆 同時這邊有一個不能首削暗喔 你削到暗的話 他是會連續反擊100%的 二血的話又來了 左右風暴 而且這邊要首削到全光 注意的一個點是他每回合都會引爆暗來增加自己攻擊 同時他又無視減傷 初死攻擊就已經在6萬5千多了喔 OK那以上就是今晚全新的宙斯地獄集關卡資訊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這關卡有什麼想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